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期是一个落了很多灰的机器 我是6月1号买来的 那一直没时间去开它 飞行堡垒是每年绕不开的机器 飞行堡垒8我个人不是太有兴趣 因为今年AMD这么强势 i5的10300这个CPU其实应该当做i3来看 但英特尔是有它注定的用户群体 我们先开箱再说 开箱前广告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网店 公众号是YZZZDN6个字母 网店是在淘宝首页搜中正评测官方店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目前从2000多到1万多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 价格是5899 这不是去年的坦克世界的主题了 彩核的包装 这是原封的封口 这边是它产品的各种信息 有一个SAT的转接线 这应该是加硬盘用的 150瓦的电源识别器 大概2米6的长度 机器的本体 这就是以前的飞行堡垒 里面应该是塑料 臭臭的 这个位置是凹进去的飞行堡垒犯 地面是没有大面积的开孔的 只有一些小小的小缝隙 背后有两个出风口 侧面是没有多的出风口的 脚尖的高度前后居然差不多 机身的左侧 电源网卡 HDMI 两个USB-A Type-C 耳机耳麦孔 正面有一个抠手的凸起 机身的右侧有一个USB-A 一个锁孔 看能不能单手开合 不行 这是开合的角度到这里 这块屏的很诡异 是一个144赫兹的低色域屏 算是三面窄边框的 顶部有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孔 底部应该是有两指宽 键盘的手感其实还可以 电源键就毫无段落感了 键盘的布局也还可以 两个回车键 触摸板两个是实体的按键 不可按压 C面的也是塑料的 所以说万拖区域 估计温度也不会高的 因为整个是一个大塑料 所以说机身的刚性是比较一般的 电源适配器450克 机身2080克 算比较轻的 机器不插点是没法开机的 插电后可以打开了 键盘的背光一直在变 终于点亮了 小娜的声音小小的 这是默认的壁纸 现在麦克菲 内存是单通道的8G2933 硬盘默认只有一个分区 把它分成了两个 更新到304版的BIOS了 内存是美光的8G3200 CPU的PL12分别是50瓦和78瓦 中电熊猫的屏 1650Ti的显卡 PCIe3.0 16倍速 这是一个轻车顿的固态 有点怪怪的 网卡是英特尔的X201支持WiFi6 内存因为是单通道 所以是21.9G每秒 但延迟还可以56.7那秒 截屏如果视频里面看不清 可以到公众号来看 我会NFN加F5设程增强模式 刚开始现在60瓦 CPU是4.18G876分 你不要怀疑它就是876分 降频以后可以跑到48瓦2005分 国际上其16197分 跑分的属于同配置的正常偏低水平 鲁达是31万分 那减去一购分 应该是26万多分 CPU8万1 显卡12万8 这是这个配置正常的分值 剪一个10分钟的视频 CPU可以达到60瓦 6分12秒完成 也就是372秒 同比其他一样的配置来说的话 都是最差的 并不算太多任务 现在CPU占用率已经很高了 占用率百分之百 3DMark CPU4421 显卡是3685 这个跑分偏低 但戴耳的G5比它更低 这个硬盘跑分不对 我重新跑一次 硬盘跑分的时候要断网 要退掉所有的软件 跑完了很差 再跑一下200G的缓和模式 挺搞笑的 缓内是大概900兆的速度 出了缓存以后 应该是几十兆的速度 而且温度很低 现在已经70度了 等它跑完的话得很久很久 等了很久很久 这个速度太慢了 76度的温度 很难得见到一个固态硬盘 能跑成这样子 确实很差 而且差的无规律可循 读的话不应该这种曲线的 200G跑了太久了 写入应该是95兆的速度很慢很慢 再跑一下30轮 跑完了最大值861 最小值820 差值是41 后续的水平基本上是在830左右 单烤开始以后69瓦 很好 4.07G 95度很快降频 现在45瓦 3.59G 84度 屏幕亮度现在是最高 我们看一下亮度怎么样 281 257 272 271 245 250 266 283 再看回中间 290 这种亮度是相对比较差的 单烤了21分钟 现在CPU是46.9瓦 3.64G 81度 单烤这种表现是比较一般的 双烤开始以后 CPU继续降了 现在42瓦 88度 CPU频率3.42G GPU是1.635G 环境温度24度 65.6分贝 即炒即炒即炒 插线板上128瓦 双烤够久够久了 现在CPU是41瓦 偶尔会39瓦 3.4G 89度 GPU是1.6G 上下一点72度50瓦 停下CPU以后单烤GPU 现在可以达到1.68G 63度 因为是塑料的机身 左右两侧的腕托是没什么温度的 这机器非常吵 好了再看一下游戏 游戏和CPU的关系不是最大的 和显卡关系最大 和内存的带宽关系也很大 画质是最高 全屏显是1920×1080超高 现在帧数70帧 78帧 80帧 飞机上帧数78帧 85帧 80帧 CPU是3.78G 85度 显卡没占满 显卡是1.62G到1.74G之间 71度 显存 显存还好 61% 内存已经快占满了 96%了 内存还是太小了 现在60 60帧左右 野典跑步 现在58帧 按照正常的逻辑 升到双通道内存以后 应该还有5-10帧左右的提升 如果是高端显卡的话 提升会更明显 我又成功的被他吓到了 死了 再说一下 这是最高的画质 一个正常玩游戏的机器 16G内存是标配了 好一点点 很多年前我用过魅竹M8手机和这个效果就差不多 按照电池的放电来看的话 现在可以用到两小时40分钟 滑速的电池 只保半年 你一定要去官网去注册一下 才能保一年 很多人吃这个亏 看一下机器内部 千万注意 螺丝在不同的位置会有长短 错了就毁了机器了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难怪这个表现了 还是一条半热管 两个风扇 一条出场的热管 一条细短的热管 这个下面是什么 供电吧 应该是 这个是内存 下面还有一个内存插槽 在这个下面我们看一下 可以加装 这个是金斯顿的硬盘 这48瓦时的电池 两边是扬声器 这个位置可以用于加装 这个位置还可以用加装一个M2的硬盘 这样子 这个机器扩展的能力 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位置 难瞧 罗奔 拆下来看一下 这是群联的5012主控的一个固态硬盘 在硬盘下面是无线网卡的位置 这些散热差 但是扩展能力还不错 再用三星原装的8G3200去试一下 看是不是兼容 性能有没有提升 系统已经认了2933两条双通道 跑完了39.4G每秒 延迟56.6那秒 刚才的单通道是21.9G每秒 这样的提升了80%左右 895刚才是876 2058分刚才是2005分 国际象棋164582分 也有微小的提升 鲁达斯应该不会有提升的 果然跑分变低了 再剪一次视频看看 跑完了5分56秒 也就是356秒 提高了12秒 游戏我就不试了 实在是不想试 可以确定是兼容 并且有提升的 我来关机猜内存 这种产品每年都没有长进 每年都大量的点名率 它实质无畏 气质不是可惜 而是如碧率 加上英特尔今年不给力 这种产品就更没意思 华硕的主要用户群体是学生 144屏是一个重要的卖点 色域和亮度根本没人懂 性能同比英特尔产品 它不是最差的 比它更差的 还有戴尔的G5 对这个机器呢 我没什么好说的 喜欢华硕呢 可以买天选 不要买飞行堡垒了 今年这个局面呢 更多是英特尔造成的 各家笔记本厂家呢 更多是受害者 前面强势和骄傲 咬住价格不放 还不给供应 后面被打脸 再杀10875的价格 还是不行 马上又会出10870和10200 还是咬住价格不放 大概率还是被打脸 天下苦英特尔久矣 全线产品再减一千块钱吧 可惜MD显卡不给力 因为达那也很强势 不好意思扯远了 开箱一直折价吧 这个机器减400块钱 就是5499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 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 搜重镇评测官方店 可以找到我们 里面有一个回血的链接 感谢大家帮我们回血 图文的内容呢 都会在公众号里有什么 想让我开箱的机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